Zither Harp 今天年初三赤口,你們不去街頭了 不,我約了Baby看電影 我晚點也約了樽涵衫 你們不記得年初三赤口 很容易跟人吵架嗎? 傳統上今天是哪裡都不能去 你們千萬不要出去 爸爸,別這麼老套 不要 你連年都說赤口會吵架 我Baby這麼遷就我 怎麼會跟他吵架才行呢? 傳統的事都是講義頭的 新精頭搞得加草幣,哪有老禮? 把嘴巴拿回來 姐姐 二妹,你幹什麼?拿著樽涵回來 我跟工業吵架 新年一派利是已經夠肉赤了 你還要,風風不是五十就一百 派得這麼闊,我們怎麼存錢? 誰叫你買的那些利是封 全部大大隻公字印在這裡 誰不知是我派的 畢竟是主觀級 派二十元給人,很寒酸的 那你用不需要闊老道 封一百五百元的利是呢? 這些是用來給我貴客的子女 公散公太太,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美麗為何貴客 謝謝,姑姑奶 сог напр,那沒有關係 怎麼做了你們貴客的子女 一年一次而已,侯給人家 林小姐呢?陳強沒查過了一封 還兩封五十元的給她 不要,寒孫小家 像他爸爸家圍地吃男家 說什麼?我現在幫你限價 你說我小家 你還要說我韓聲 我本來也打算忍他 但是他始終不肯認錯 還要說我回頭 老老地的,我就撿東西走了 那個工業也是 不過話說回來,兩夫妻吵架 心平氣和也不適合談得對 不用說每次都弄得離家出走 那你走的時候,姐夫有沒有拉著你? 就是沒有 不要,你知不知道他還在玩手機 好像沒事發生似的樣子 你老公有這樣的態度也行 所以你一定要教訓他 叫他喝著滾油,然後跳火 還在火上加油? 什麼? 總之工業現在這麼壞 我總是在這裡住三、四個月 家裡這麼多訂房也沒所謂 是啊,你跟我睡,也可以睡,安仔房也行 等等,誰說你可以回來睡的?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外交女兒新精頭回到外交 外交,會拖壞外交,一整年都行壞運 怎麼有這樣的禁忌?我不是聽過嗎? 是呀,哥,管他什麼禁忌? 難道你不讓阿水回來住嗎? 是呀 就是不讓?快點走,快點… 我嫁的時候你明明說家裡是我最強額後盾 這裡不是你家,要回去你自己的家吧 你叫姐姐走,她能去哪裡? 是工業的家吧 誰說?你不說話 她也說不想上班去那裡 你把她夾回去才叫她睡街上 夠了,走就走 姐姐 是誰? 姐姐 爸爸明知道你沒有地方去的 這樣也不讓你回洪家嗎? 就是了,我現在也沒有人沒物 爸爸又不想收留我 如果姐姐不想收留我 我真的會睡街上 那你想住多久? 工業一天不來哄我 我也不會回去的 姐姐,我可以幫你做家頭世務 我可以幫你洗衫抹地 你不要像爸爸這樣趕我走的吧? 你放心吧 你大姐姐不像根叔那麼狠心 我可以幫你洗衫抹地 我可以給房租的 給什麼房租?一小人兩姐妹 住多久就住多久了 都是姐姐最好 原來你才是我最強的口盾 我今早上的語氣是重了 但她也不接我電話 我聲音又異讀不悔 也不知道她在哪裡 也不用怕 她可能出去散心而已 你繼續打電話找她吧 我也幫你找 就這樣吧,再見 原來二妹沒有回家 也不知道去了哪裡 爸爸,你不讓姐姐回來睡 已經很過分了 還要這麼睡身幫那個人 你呀,寧願幫外人也不幫阿水 我看你的手指是否咬出不咬入 你以為我真的怕二妹懷孕嗎? 我是以為兩位婆婆吵架 最重要是甚麼?心平氣和解決問題 有甚麼事就走回來外家 我如果收留她的話 立刻就立刻她襲以為上 那就大劑了 你是真心想她們和好才趕她走嗎? 你們不相信我嗎? 是嗎?信不信也好 幫我找找你姐姐吧 阿水不在大妹那裡 你怎麼知道? 阿水剛剛訊息給我告訴我 你怎麼說出來? 你說出來的話 你爸爸就會告訴阿公 阿公要在她面前認錯才會回去 阿公也要知道在哪裡認錯才行 大妹這人這麼固執 她如果教二妹撐得行 那豈不是很固執? 洪家繞映的尊嚴 是不能隨便給你踐踏的 如果你有誠意的話 一、跪下斟茶認錯 二、跪玻璃認錯 姐姐說得對 如果你想我原諒你,跪下吧 你的尊嚴就不能踐踏 我的尊嚴就能踐踏落後 我不跪,你就不走嘛 好?你別走 你別後悔 看看誰後悔 我的尊嚴 又過年了,公爺還沒來侵犯我 你不是老推花吧? 當年,你不肯原諒他 他又不肯認錯 你們開始冷占了多久 他就申請跟你離婚 沒多久,他就娶了別的女人 你不肯,為什麼我這麼嚇勁? 不用怕… 爸爸不會讓林老姑娘的 爸爸,你在想什麼? 想什麼也好,快點幫忙找二妹 二姐姐也說明要教訓阿公 你看她的姓氏 如果阿公道歉得太膚險 她只會去大家姐那裡住一陣子 等阿公知錯 她不就是因為大妹願意收留她 她才會這麼說? 原來在過年有很多雜族和禁忌 如果犯了這些禁忌 隨時會影響整個… 新春禁忌王 這個禁忌 有辦法 爸爸,送給你嗎? 回來了 好,我帶點湯來給你們喝 你怎麼回事呢? 不用問,當然是叔叔了 爆香口,告訴你姐姐收留了我 二妹,你這樣有什麼胃 回去和阿公也磨解吧 爸爸,你不用再勸我了 我已經做好準備 和那個壞蛋冷戰了 你知道今天在公司裡嗎? 她全天在裝模糊 來哄我一句也沒有 那證明什麼?她不知錯 這些男人就不教訓不行的 低聲下氣,認錯已經是最低的要求 她不要吵好氣來求阿水 別回去 是呀,你這樣鬥有什麼胃 由得他們兩個 反正我都收拾了房間 睡到什麼時候都可以 我不是怕他,我是怕你而已 有什麼事? 你昨天沒看那個電視節目嗎? 新春禁忌往 那個原學家就說 新精頭、新娘子是不可以回娘家的 要不然就會把水運帶給娘家 你收留的二妹,你會黑足嫂子 爸爸,你又說了迷信的事嗎? 我真的沒聽過 說嫁出去的女兒不能回外家 我就是知道初一回男家 初二回女家,回姐姐家 你就沒問題了 人家這麼說就要這麼聽 很多人不信,不信就黑足嫂子 你覺得我是說幾句 就信那些無知婦女? 令可信其有,我也為你們好 你自己不收留我也算了 你現在轉,姐姐來踢我走 爸爸迷信就任由他 我又不信,我沒有趕你走 現在就映明 遲些你就知道 大公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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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新年快樂,阿潮先生 新年快樂,阿潮先生 新年快樂 你就是我入室弟子 你的風當然不一樣 新年快樂 謝謝師父,我會努力射告的 有多厲害,慌死人不知道 他多孤寒嗎? 對了,出手這麼低,不如別派 請問你們說什麼? 開公利時也拿過意頭而已 數目多少也不要緊吧? 我數目多少的確不要緊 但是我風風起碼一百,他不少 一百?十風加起來了嗎? 你說什麼? 不是風那麼多就不要床得那麼大 不是嫌錢少 不過我聽軍火柳說 善姐你的利是封一封都是十元 Bingo 什麼?我怎麼封十元那麼少? 我封給Bonnie也五百元 Bonnie,拆給他們看 不知道 真的只有十元,師父 怎麼會這樣? 我那封也是十元 我明明封一百元 真的嗎?我做了幾天自己進去 是不是太多工作?就是弄錯了 不止是事 昨晚開始我家裡也有點奇怪 搞什麼? 我買的時候全部都還沒過期嗎? 開工 我集稿呢? 在哪裡? 寶寶? 沒有水? 要不要這麼黑仔? 你說那天是不是有心玩我? 不要自己嚇自己 可能剛好得這麼巧而已 你這世事哪有這麼巧的? 叔叔 爸爸 既然我說,你一定收留了姨妹 破壞了這個新春的禁忌 所以那些黑氣、那些壞運 才湧得來 不是吧? 姐姐,我回來了 我買了外賣 我們兩姐妹可以撐桌子 我飽了 不如你拿到工業那裡給她撐桌子 關工業什麼事? 其實你都生氣了這麼多天 不用了,我想她應該至少了 她應該在家裡很急著等你回去 姐姐,你也想我離開嗎? 是不是我這幾天做了什麼 令你不滿意? 大妹收留了你 犯了這個新春的禁忌 現在頭頭碰著黑 你也不想去年頭碰到年尾吧? 爸爸 又是你那些不知道在誰 聽回來的不知道什麼迷信 你真的要相信 我今天真的在黑仔裡暈倒了 麻煩你,幫幫忙,快點搬走 姐姐,你又說你不是那些無知婦孺 是 現在工業在家裡等著你 你快點把東西收拾回去吧 爸爸,我一定會走 不過我不會回去 我現在進去收拾東西 我已經聽你說 把紅藥水推回家 但是他不聽我說,我沒辦法 謝謝你 幸好是在這裡教訓 你說什麼? 還在這裡裝作 我的黑仔東西還是你在這裡做手腳 我剛才忘了買洗面膏 我不會陪你下去買的 我飯房 我自己去買吧 爸爸,我去外面吧 我去買電膏 什麼外交會走碎痕? 全部都是你作出來的 你無非是想那隻紅藥水回工業 讓他們和好如初 真是, 這樣也騙不了你 對了, 為什麼剛才你又不揭穿我? 用什麼你又搞我? 到時候又不知道想起什麼事 其實我的目的 只是希望他們夫妻倆和好 現在行了, 二妹就沒地方去 趕著回去找工業, 是不是? Rebecca, 趕著拍拖 我又沒空理我 那我今晚去哪裡? 不是要我預訂酒店吧 你是不是很累? 為甚麼你會在這裡? 老婆, 怎麼了? 我知道大姐姐叫你回家 那我就在家裡等你 但等你等, 她也看不到你 我擔心, 就走出來試試 看看能否碰到你 又碰到, 我們真的有緣 現在是否知道紅藥不收留我 我姐姐又不收留我, 你很得意 我怎麼會這樣想呢? 我來是想跟你說 我那天不是有心這樣說話 以及不是想有這樣的態度 對不起 你自己告訴我過了多少天 現在才來說對不起 你故意避開我的 我打電話給你, 你又不聽 訊息給你又不回覆 我想說對不起, 怎麼說對不起呢 言下之意 即是你回顧我了 不是怪你, 是想念你 我這陣子, 愛到家裡 真的看不到你 那個人很低調, 很不開心 我每晚碎你都天明 你看看我, 你看我的客人 是…又是這幾句 只是懂得說這幾句 總之我保證以後不會亂說話 以為說這幾句話我就會沒事嗎? 那你怎麼才肯原諒我, 老婆 我要報仇 回來了… 回來了 爸爸回來了 回來了 二妹 你們兩夫妻康復了嗎? 是呀, 我們兩夫妻康復了 兩夫妻應該是這樣 那萬事有商有商就行了 知道了, 爸爸 你呢, 這麼為我們 我們也買了一份禮物送給你 那好… 這是新精頭, 你買了鞋給我 我不要… 有… 爸爸 人家工業特意買給你 就要了它 難道你穿了一雙新鞋子之後 粗紅會倒閉嗎? 難道你拿樓攤的角色 會被人捨死嗎? 你有沒有搞錯? 你現在說這種話 不用怕我, 爸爸 粗紅不會倒閉的 還有, 渣頭攤的角色 姐姐不會寫死你 被我熱死才行 你還說… 不要我, 媽咪空特意煮了白粥給你吃 白粥?新精頭吃白粥 接下來連粥水也沒得吃 不要… 爸爸, 粥好, 粥健康 吃吧, 吃… 一口會 拾箭頭打破東西不老禮的 下地就開花了 不要緊, 我替你掃乾淨 不…不掃乾淨 拾箭頭掃乾淨, 掃乾淨 爸爸, 不掃乾淨會刺傷的 不掃乾淨給我 掃乾淨安, 我替你掃乾淨 來… 阿水這樣真是很明顯 特地突顯他在玩東西 我想他會生爸爸, 趕他走 所以今天回來報仇 我只是希望他們兩夫妻和好 但是在紅日水的眼中 你覺得把口最強的後盾就出賣了他 還指一次量多 是, 兩天 是… 朱金, 不好意思 媽梨胸他一定要我幫他 他才願意原諒我 我知道了, 送鞋不是很老禮的 但我選了全店最漂亮的那一隊 你別介意了 你還好說?一天都是因為你 一個二個快點 再遲了, 酒樓的提價時間沒有了 睡吧, 睡吧, 睡吧 阿水, 葉妹, 你幹什麼? 爸爸, 工業有嚇我了 這麼小的盆菜? 六人份嘛 我們待會有十幾個人來 六人份哪夠? 你那些朋友經常多喝一個吃 我就特意訂六人份吧 比十二人份便宜很多, 值得一點 你差多少錢? 如果待會不夠吃的話 你知不知道會很失禮的 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現在失禮你嗎? 不是這個意思 我只知道森根教得很好 教得這麼聰明的女兒出來 總之以後訂東西吃, 交給我, 好嗎? 不好, 你是不是嫌我還是少? 是不是嫌我已經失禮了? 你沒想過自己只有我一張桌子 四張椅子, 請這十幾個人上來 你現在是不是又要嫌我寒酸? 我也知道他在想什麼 雖然他把口猛說不是 但是心裡不停嫌我 沒有, 寒酸少家 聽起來阿公好像有點無辜 就是他聘請這麼多人 擔心不夠吃得很清晰 你們倆幹什麼幫著他? 總之他擺明, 現在真的嫌我了 我這次一定不會這麼容易原諒他 拿好東西, 一起走 爸爸, 你又是這樣的? 你以為我做了我追求的後盾 我叫你拿好行李一起回去 罵罵那個臭小子 你撐我? 你是我的女兒, 我不撐你, 要撐誰? 爸爸, 你是最好的 聽電話吧 你回來了嗎? 是 你什麼事? 你冤枉你, 二妹 你不要… 你放手一點 我不要你, 放手一點 你這個幫我, 就是說二妹禮貌 就冤枉你了是不是? 你聽我解釋 什麼都不能解釋 我給女兒嫁你, 是要你好好疼她 不是要你嫌三嫌四的 我今天不交給你, 我就不姓洪 你幹什麼? 哥… 你又不姓洪 哥… 哥, 哥, 哥 哥, 哥, 哥 你快點了 別打了 你解釋沒問題 爸爸, 我原諒他了 你怎麼搞的, 這麼快原諒他? 剛才你很生氣 你說要搬回你洪家住 但是我想清楚了 你說的, 兩夫妻不適合心平氣和 這樣談得對, 是不是? 不用動就離家出走, 是不是? 是 我們會平心靜氣地地談清楚 我和你保證 我一定會注重我老婆的感受 不會再令她不開心 你們說的是真的嗎? 真的? 你不會再離家出走 當然不會, 當然我們很好 我氣死了 平心靜氣, 平心靜氣 你又吃了 你又吃了 其實他們倆要不如交如漆呢? 對, 你們一時一樣 很難觸摸 先拔湯 阿婆, 來吧 不要… 想拔湯也在一起嗎? 好了… 他們終於和好如初了 不枉我演技大爆發 弄得非常激動 還這麼拔湯要殺 差點被你嚇死了, 爸爸 麻煩你, 如果你下次辦事之前 麻煩你單聲給我聽 你們的演技這麼糟糕 如果被你們知道了 豈不是賺穿煲 喝湯, 喝湯 你幹什麼?打算賭掉這麼大聲 我不賭掉的話, 可以怎樣? 你用一個匙巾拔湯出來 這樣就可以喝了 不是吧? 你又嫌我寒酸, 嫌我小家嗎? 不是 喝吧 爸爸, 湯湯, 是不是很好吃嗎? 是… 怎麼這麼多樣子? 沒什麼 看來之前爸爸打阿公的屁股 有些解氣真做的成分 原來哥哥也介意工業罵阿水 寒酸、小喜, 刺激他 這個工業哄老婆才說厲害 想哄回我們爸爸 看來你也多懶惰 好 謝謝你